一旦見到這些情況 其實它們多數都會用幾招 第一 用柳枝掃你的身 柳枝 很多時候清明節的時候 有人插在門口辟邪 或者用鹿有葉 煲水 沖涼 然後用葉掃一下身 其實意思是怎樣呢 就是因為它們有些味道 這些植物有些味道 能夠讓人的煤氣減減一點 然後提升升頻 甚至簡單如什麼呢 你什麼都找不到 不要緊 有沒有火機在身 你找火 探一下也行 以前人們會用香火 找幾張元寶 掃一下 探一下身 其實就像殺菌 乃至道 當然西方有很多的 甚至如拉丁裔 他們會用聖木 我最近都是用鼠尾草 我用聖木和鼠尾草分 這些都是會升頻的 其實佛教也有很多 圖木 柳枝 其實這些都是淨化 或者是升頻的用意 民間有很多這些東西 佛教只單一一樣都已經夠了 其實就是你念佛 你想想佛菩薩是最高的 整個能量的頻譜裏面 如果它是最高的 我久不久喝一碟有葉水 飲得了嗎 不是用來洗澡的嗎 我看得清楚一點 你可以喝一碟有葉水 我想洗乾淨喝水 喝水應該可以吧 內服真的沒試過 先回去試一下 你告訴我怎樣喝法 他說Gloria好 我上來 你想想我們經常說是升頻的 佛菩薩是最高的 你經常叫他叫他 你是向著他 你自然是拉起整個人的 當然佛教也會有一點點一下東西 譬如檀香 沉香 這些都是可以用來辟邪的 等於升頻 所以民間有很多那些 什麼葉 什麼柳枝 還有什麼 圖木 煲水 燒 這些全部都可以的 那些人經常說 做完白事要燃火 在印度和中國火 是很能夠把這些不好的東西去除 是一種潔淨的作用 那都是比較多用 這令自己的頻率提升一點 譬如我們剛剛所說 那位聽眾說路過廟宇的時候 見到有位女士 還在問朋友是否在拍鼓妝 如果見到這些情況 譬如自己是失敗的 是否做到這些 或者念聖號之後 其實就可以叫做OK一點 其實應該有得量的 其實我也不知道你有沒有朋友 有些人比較敏感 比較敏感 他見到你的變化 那些人經常說 看你的氣息怎樣怎樣 有人看 你不覺得那些人比較時運低的 灰灰 黑黑 沒什麼光彩 你指一指Angelo 不是不是 他經常都有光彩 我最近有個朋友來我家的時候 他說他覺得很黑仔 接著你不讓他進門口 我不是我給 無人歡迎 只有想用聖母分一分他的人 當時他就買了一棵油葉 但你會見到那個人 他真的是黑的 是的 他人是黑 皮膚黑 你看到他的臉 不知道為什麼 有一層東西 沒錯 嘩 你現在開始有盜痕了 好厲害 但真的是 然後我說你還是有點黑 要處理一下 其實分一分那些 真的不太止到咳嗽 多怕一點點 始終內在他的頻率 真的要提升 就真的賴到說情緒病 其實無論是能量學也好 佛教的概念也好 其實人多負面情緒 就是代表著負面情緒 負面情緒你懂得說的 即是說他那個人都比較低頻一點 很奇怪的 我相信其實就算連心理學家 或者一些輔導員 其實他都明白 很多人他情緒病的時候 開解他其實不是一個最好的辦法 其實他真的輕輕跟你分一些東西 一陣子 當他離開了那個舒適的環境 沒有人開解他了 他一樣要去面對那個問題的時候 其實解決不了 所以在我們的看法裏面 人所謂的時運低 其實就是他脹蟲 惡業多 運氣不好 善業不夠 他才會所謂的時運低 故事其實他的能力很低 他沒有能力去解決問題 你說你只是開解他 說得不好聽 譬如說現在這個社會 無論是疫情也好 上班的壓力 乃至經濟的壓力 你是不是真的打算開解 就沒有問題 譬如說公司要所謂的重組 熟皮 那你是不是開解他 可以解決這個問題 這個就像我們一般所說的 跟那個業是掛勾的 你想第一時間 要去解決那件事 很多人都想著 跟法師聊天好不好 我坦白說 跟你說兩個小時 三個小時 四個小時 你那三四個小時是OK的 說完之後是不行的 其實問題在哪裏呢 港只不過是輕輕 好像說你有個傷口 找一些東西敷敷他 但你沒有解決那個根治問題 然後你就變成本家 現在不是的 在佛教的說法 業的問題一定要從業去改 你找我 我都會告訴你 你有沒有念佛 有沒有食素 那些人經常都說 我其實在星期六 我已經準備了一個講題 大家留意一下 到我要去買廣告 買一買 立即買 上你的Facebook page看看 我們梁王法會 不是 經常都說 你小心 最後兩年 我講這個題目 為什麼會是 是呀 你講這個題目 人去到 已經是那一幅 用到最盡的時候 所有問題都會蒲上來 經常都說千鈞一發 你輕輕 給它多一粒芝麻 加在上面 它就馬上倒 其實現在的人 就是他低頻到某個位置的時候 任何事情都經歷不了 他抵受不了 你就要幫他提升能量和能力 佛教就告訴你 一起從業裡開始 你只要跟他聊天 其實真的 還有一件事是很危險的 我不知道 輔導是否一個這樣的概念 但在佛教的業的角度 大家要留意一件事 你跟他聊天 很多時就說 你不需要怎樣開解他 輔導員都說 你給他講 是呀 是呀 但給他講的 有一件事 其實我不知道 其實輔導有沒有這個情況 其實他會自己鑽牛角尖 泥足心磡 因為其實他整個思想 他都不停在那裡騰 我好慘的 他又怎樣對我 我為公司又好賣力 我對他真的沒有不好過 為什麼他這樣對我 他不得了這樣想 他想來想 他都是向著那樣東西沉下去 他的福和葉 亦都是隨著他的口去講 就是帶了下去 即是他會變差 葉是其中的一個 我們叫做很關鍵的部分 也不是談 但是這樣 假設有很多朋友要面對 可能是公司裁員 公司裁員 我便會想 那怎麼辦呢 裁員了 那我生活怎樣呢 可能我都會想 可能有些朋友會說 不要緊的 那有些職促 或者你先當休息一下 這些我經常都覺得是廢話 但不要理會這麼多 我當是說了 有些朋友 但是說那個人 就是素婦的人 可能覺得在這一刻沒有辦法 都對的 你說得對的 就當自己偷一下 其實可能他一出門 他都會面對一切的環境 又來過 又來過 但是他那個 其實你那個轉牛角尖 很明白 就算你怎樣叫自己 不要想 其實都是會想的 都是會想的 但是有時候跟朋友說 你看看哪些朋友 有些出來吹水 那些 你又很難 大家都是尋開心 說真的 大家出來尋開心 你又在說一些不開心的事情 其實朋友就馬上說 不要理他了 不要想了 你都不能想的 他隨便敷衍你幾句 其實你又很無緣 其實這些時刻 時刻你就知道 誰是你真正的朋友 是啊 反而你說真的出來 說說給朋友 如果朋友 是真的好像阿黎莉 那麼郊遊廣闊 他可能立刻想到 喂不是啊 我有份什麼工作 他在等人 你有沒有興趣 雖然可能就辛苦一些 但好過就天天在等 怕被人解僱 可能有些實際的事情 所以你出去跟別人 慎那個動機 我想在這裡 就真的請大家想一想 在佛教角度 想一想 如果那樣東西 是真的自己的恩果去到那裡 有些東西是避無可避 那個果真是要熟 你就要想 轉一下變 會不會是可以走另一條路 而你的前設是想著 跟朋友談 是得到朋友的認同 那不好意思 你可能擺錯了位 朋友未必是在那一刻 知道你想要這件事 而給得到你 他不是不想給你 因為他不知道 同時如果朋友不去附和 你不去認同 你甚至父母 任何方案給你的時候 你就會因為他的那種不協調 不拍檔 然後你會更加不開心 所以其實大家知道 我想出去跟朋友談 是為甚麼 我想多多人說一下 慎一下而已 慎完我OK 你明白的 知道你想怎樣 第二 或者你 不是 我的朋友可能有很多路 想看看有沒有甚麼機遇 我亦都覺得你這個出發點是對的 其他那些就真的要看一看 如果只是我想跟別人談 你完全不知道自己想怎樣 到最後其實真的會 人家也會幫你轉牛角 但我感覺到你剛才說 英國去到那個位置 我最近看了一句 四句的說話 我想你應該聽過 常者皆盡 高者必度 合會有利 生者有死 這就等於物極必犯 我忘記了哪位法師說 不過剛好緣分之後 就有一次看到 好 稍後回來 繼續解答 各位聽眾其實也有問題 就是說到 他究竟是情緒問題 還是眾生的 他自分不了 當然是鬼 還是情緒問題 不是想怎樣 如果你要轉入牛角尖 也沒辦法 但有時就是人 他在情緒問題裏面 轉入牛角尖 你又覺得他很自然發生的事 有時我都會覺得 轉入牛角尖 的人怎樣出來 我也是一個疑問 因為你就算是旁人 你怎樣說 所以這個就是 我們經常都說是業的問題 你根本沒有辦法 沒有人可以幫到他 但又很奇怪 他去到那一刻 叫我們還債 還債的時候 他突然間突然有一下 叮 可能只不過就是 我不知道 可能坐在餐廳 或者坐在路邊 或者走過 看到一些燈箱的某個字 他突然間很醒覺 覺得自己很無謂 就等於 其實你誰開解他都沒有用 是他自己的業 去到那個點裡面 剛剛好 盡力 不用還了 還了 他就能走出來 反而 很多人都打算是否陪伴就夠 真的好過沒有 談的時候真的要留意 跟他談的時候 我覺得要盡責一點 有很多人其實在那裡 不好意思 就是得罪說句 很多人以為覺得 我好像很幫到朋友 我給他談 我聆聽他就算 其實都要知道 其實有時候聽得多 都要有時候引渡一下那位的輔助 看一看 其實說得太多 其實自己都會泥足深陷 告訴他 其實周珍是有其他的路 是實際的 給他一些方感 就不要讓他講 越講 人不知道 慢慢他會覺得 都既然這麼慘 慘的時候 有某朋友 經常都很肯陪我 他就會依賴了 到那一刻他跌到第二個輔助 其實整件事很慘 到那個朋友可能因為 家事公事等等的原因 不可以那麼全心全意 給他依賴的時候 他就從第二個輔助 他又慘了 他就找第三個輔助 一輩子就沒有了 其實我覺得要負責任一點 不只是聽就算 都要給我們一些 有正向性的見解 但這跟剛才你所說的業有關 另一方面 我們一直提到 那位聽眾也有問 他是有這個情緒病的 但他說他有時也分不到 究竟他現在是在看鬼 還是他情緒有問題 他自己也有一些困擾在這方面 如果是這樣 會不會是 郭先生有沒有討論過這件事 沒有 沒有 我要找回那位聽眾的留言 因為那位博卦其實是看到的 那位人走過來 如果你沒有任何 即不是用宗教的 無論是佛教到教 不是用這些方式的 純粹是術數上 你去博卦 其實你看到他是不是真的中了 所謂靈的東西 是看到的 但如果你說佛教 或者我們經驗上 其實那位人走過來 他是不是叫做時運低 你就看到了 那個人是不是一層黑氣 灰氣 這個其中一樣 第二 你看到他 如果有些人甚至說 他是不是鬼上身 很容易看的 你看他雙蒙無神 哈哈哈哈哈哈 完全打他都沒有反應 那些都有一些明顯是 有些人經常說 我鬼上身 我什麼什麼什麼 那些也未必是 那些多數可能是有一點錯亂 這個就是憑經驗 當然你會用一些方法 可以很容易幫他解決 這個所謂低頻的問題 其實是捉他出去曬太陽 我講真的 為什麼都要曬太陽 靈界中心都不 其實我們要說靈界中心 是不只是晚上才出現的 什麼時候才出現 什麼他anytime都在那裡 就算有太陽他都在 但他們很搞笑 好像人一樣 為什麼人會有感覺 日出而作日日而息呢 你是一種好像在那個界別裏面 大家教育大家的一個 而且是習慣 只是習慣 所以那些鬼都是 他會覺得在他們的界別裏面 我們一定是白天就要躲起來 然後晚上出來開空 其實他們白天出來是沒有事的 沒有事的 但他們教到覺得會有事 而且他們又因為生出來的 那個業務的關係 他們又會覺得 好像白天出來沒有那麼自在 他們就會好像人一樣 你是什麼體質呢 你會喜歡吃什麼 比如說你是熱底的 你會喜歡喝一些綠豆水 喜歡吃一些清熱一點涼一點的東西 有些人寒底 他會喜歡穿多一些衣服 吃東西又比較潤一點 補一點的 這些其實是生出來 就好像鬼生出來 喜歡是晚上 不喜歡白天一樣 所以如果他真的中了那隻 中了一招 你就看一看 他是不是那隻 雙目無神 然後 你這個反眼 Anderl 撞他的照片 好煩啊 你這個樣子 這次還要是雙目無神 還有怎樣 一層黑氣、灰氣 其實都低頻 你不用找誰去問 你都會覺得是 那就叫他做多些好事 我聽說以前有個老前輩 不是佛教宗人 一個老前輩 他經常教那些 他可能有些練功的底 那些氣功 他就說以前老一輩 有個這樣的說法 就是說 如果那個人 這麼黑的話 有什麼可以幫到他呢 他就叫他 有的積蓄 拿出來 唱散他 唱散他 然後拿著那些散字 就在以前的年代 在王大仙門口 有很多黑衣 他就說 你這樣做 就把你自己的積蓄 唱散他 就分給這些 這麼孤苦的人 就等於說 因為這件事 他受了你的 他要幫你手背 把你的苦 就散掉給大家 那很壞 不壞 因為那個人 其實那些黑衣 其實他已經是最慘的 那些 他拿了你的東西 你以為慘的 那件事 其實對於他來說 是沒有影響 而且你已經分散了 你是用那個心 你也不是說 現在我給了些壞事 我也是用那種幫人的心 然後產生出來的福 就可以幫他 過了這個所謂黑氣的難關 OK 另外還有一個問題 就是想問一下 因為這個 剛剛有人打了我兩個字 叫黎尼 但兩個字都錯了 我那些不好意思 但OK 多謝你 另一方面 很想問一下 有沒有機會是因為遇到靈界眾生 而令到他有情緒問題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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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些人是驚嚇過 我曾經見過那個案子是怎樣 我很小時候 你是不是覺得我自己好像上身一樣 我很小時候 我想應該是五六歲的時候 我印象很深 就是跟我師傅去探病 探是探什麼呢 是一個年輕女兒 十多歲 還未到二十歲 就是學校去攝影 即是扎營去攝影 他們整班同學去搞別人生分 搞完之後 他真的見到害怕 即是被人報復的那種驚嚇 接著就失常了 失常到要進去精神科 所以那些人才懂得請我師傅去 看看有沒有什麼可以幫到他 不用對不起啊 Ronald OK的 沒事的 放心 年中都十個八個叫錯 我寫錯名的 放心 沒問題 你真是大人有大量 就是這樣 所以他真的有些是 導致嚴重的情緒精神有問題 是因為他真的嚇他 但是真的各有前因 他是搞別人生分 做了這些事情 人家的眾生當然是不高興 不高興當然是正常 嚇他 人家真的不耐嚇他 嚇他 嚇他之後 他就突然間好像那個線路是答錯了 這樣 不認得人 連正常的那個對答都不行 但是這個可不可以跟這個叫做業有關係 當然 但是 借你一句說話 人有自由意志 是 即是去到那一刻 你做不做那件事 其實是你辣到的 是 但是有些人是慘到 我很明白那個叫業 去到那一刻 你不由自主到 同學說 你不去參與 好像 會不會荒山野嶺扔下我 會不會從此就沒有了這班朋友 你是很無辦法的 但是當然有些人真的很橫屁倒彈 這個 我們覺得比較明顯的是 因為遇到靈界眾生 然後產生情緒問題 但是說真的 去到今時今日 21世紀 我見得比較多的是 本身情緒有問題 變成低頻 然後才變成容易見到靈界眾生 但是如果是 還有一分鐘 如果是你的人本身 即是有情緒有問題 然後低頻 然後遇到靈界眾生 那靈界眾生 其實你遇到他 他未必會對你做些什麼 是的 是的 遇到還遇到 因為剛剛有聽眾都說 其實鬼是無處不在的 是的 所以其實對你來說 就算你看到他 他也不會突然嚇你 我經常坐電梯都會見到 都叫他等進去才知道 哎呀 為什麼沒有人 幸好我不是經常見到你 幸好我不是經常坐電梯 我們這裡不用坐電梯的 你放心 所以其實就算見到也好 有些情緒問題的朋友 都是沒有什麼 見到的時候 多念六字大明咒 念觀世音菩薩聲號 即是 因為其實在佛教裏面的傳說 就說觀世音菩薩的化身是面延鬼王 他是鬼王的時候 那些鬼界眾生就受他的管轄 所以見到他的時候 念佛也沒那麼快 念觀音是最快的 就像你念校長 校長好人 但你念訓導主任 立即出來叫你排隊 分得很清楚 所以各位聽眾有任何問題 都可以繼續上語 即是留言給我們 因為今天有很多留言 一次過看不適